哈喽 今天是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薇 美国股市周一收盘涨跌不一 美债收益率的继续攀升令科技股沉压 同时呢 投资者继续关注着美国联邦政府本周关门的可能性 这令市场情绪整体依然比较紧张 那明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参议院听证会发表讲话 根据提前公布的讲话稿来看 这次鲍威尔对于通胀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 投资者需要引起警惕 在讲话稿中 鲍威尔表示 最近的通胀上升可能会比预期的持续更长时间 我们需要观察未来讲话中的更多细节以及市场做出的反应 来看一看关于通胀看法的这样转变 是否依然维持在之前关于通胀只是暂时的这样的框架中 还是真的打破了通胀暂时性的观点 这对于近期的股市表现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再次也说明了不要轻视一些具备对抗通胀风险的周期股的价值 各股方面 今天想和大家更新一下嘉年华邮轮CCL 这支疫情受害股现在的最新情况 那上周五的时候 这家邮轮公司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在截止8月31日的第三季度的财报中 嘉年华邮轮公司再度出现了一个double miss 这已经是连续三个季度的财报表现 在营收和盈利两个方面都是要差于市场预期的 但是股价反而获得了很强的提振 不仅在财报公布前就开始反弹 而今天开盘之后呢 继续保持着这种强劲的涨势 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家公司现在的情况和前景分析 那上一次和大家分析嘉年华这家公司 还是在6月24日的时候 当时呢 正好是他们发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之后 那先简单回顾一下过去这段时间的股价走势 当时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7月份重启航线后 是否会出现卖市时的锁定获利的操作 那6月底的财报公布后 股价是跌破了50日均线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时候提醒大家 对这只股票如果感兴趣 也一定要多留意一下100日均线的支撑效果 如果不能守住 那7月份重启航线后的卖市时操作的出现概率就会很大 而最终由于疫情的反复导致了人们对经济复苏不乏的担忧 以及美联储多次释放鹰派信号后引发的估值修正 这令嘉年华的股价在上次财报公布后 跌破了100日均线 并且出现了显著的回调 在7月内就从27美元的样子 是一路跌到了接近19美元的低位 那之后才重新奇稳反弹 到今天呢 又几乎完全收复了7月以来的全部跌幅 那在航线逐步恢复中 虽然说嘉年华财报的表现是不如预期的 但是财务状况是否有改善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看 实际上我们从第三季度中 亏损依然达到接近20亿美元 以及每月平均现金消耗5.1亿美元 这两个数字来看的话 基本上和上半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也体现出 即便航线在逐步的恢复 但由于疫情的反复 各国政府在社交限制措施上 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这样呢依然会限制着嘉年华 这样的邮轮公司的销售和盈利表现 这也和我们之前提醒的是保持一致的 那就是不要指望 邮轮行业的复苏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完全恢复收入以及增长的话 可能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今年以来的股价反弹 有很大一部分呢 确实是在提前消化未来的预期 不过呢通过这份财报 我们又发现 未来的预期还有可能存在更大的 代消化的空间 从最大的利好来看 尽管现在依然在烧钱 同时呢债务负担比较重 但是现在嘉年华的流动性 已经远远足够支撑业务的全面复苏 刚刚提到的 每月的平均现金消耗呢 是5.1亿美元 而截止8月31日 嘉年华拥有78亿美元的流动性 更重要的是 嘉年华旗下9个邮轮品牌中 已经有8个品牌重启了航线 那预计到10月底 将向游客开放一半以上的总运量 那公司相信在第四季度中 这些已经开放的航线 和一半以上的总运量呢 能够帮助公司的现金流 重新转正 这将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流动性 同时呢 到2022年下半年 公司预计 邮轮的预定量 就有望高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这样的恢复速度 实际上是要比市场预期的 还要更好一些 这也就帮助股价出现了很大的反弹 那考虑到刚刚提到的 强大的流动性 和即将转正的现金流 债务负担将不再成为问题 同时呢 还有余力能够为后疫情时代的扩张 做好准备 这些呢 也确实展现出 嘉年华公司基本面的积极变化 现在从财报中看到 只要疫情不出现极端的变化 嘉年华邮轮的业务 逐步复苏的大趋势 依然是完好的 而且还有可能会比之前预期的 复苏的更快 那现在对于感兴趣的投资者而言 就可以从估值和技术面来看一看 投资的风险回报比 以及是否存在投资机会 那估值方面 现在根据未来五年收入预期的 现金流贴线模型 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呢 是26.41美元 可以看出 现在的价格 依然是处于这个合理股价的范围内的 而市净率 维持在三个月前的 接近1.7倍的水平 这和行业平均的3.5倍来比呢 不算贵的 但和自己比还是有点贵 因为在2021年1月份 股价位于50美元附近的时候 当时的市净率呢 才只有1.4倍的样子 而九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呢 是26.48美元 那可以观察一下 财报公布之后 最近是否会有分析师上调预估 不过从这些数据整体来看的话 现在嘉年华的估值是不算贵的 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 这就意味着 一旦随着美联储逐步开始紧缩周期 市场的估值修正的话 对他们带来的风险还不会太大 技术面看的话 经过这两天的反弹 股价终于时隔三个月 再度重返100日均线上方 长期的上行势头依然比较稳固 但短期内呢 需要关注的是 能否真正的突破26.82美元 这个关键阻力 可以的话 才能从技术面上真正逆转 6月初开启的下跌行情 从而给嘉年华的股票带来更多的买盘 但是现在的超买压力呢 确实有些大了 可能会在短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调 下方可以关注一下 100日均线能否守住 那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美国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同时呢 还有刚刚提到的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明天将会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 那他的讲话稿已经提前流出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看一下 他在明天的讲话中是否会有新的补充 以及市场对他的讲话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判断市场情绪 从而呢 给我们的投资操作带来有价值的参考 而在财报方面呢 明天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就是美光科技 MU的财报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CMCMarkets和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由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 以及知识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或者可以在我们的客服微信咨询详情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试想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日再见